車都多了很多,當堂多了 現在是星期五的11點半 然後有些人流,因為現在我們始終是早 晚一點,我相信會再多些人 大家仍然保持適當距離 六幅金譜,上次被人打劫過 即是疫情之前 無印良品,我見員工在準備 可能今天都會開放 前面見到有一條龍仔在排 到底排甚麼呢? Berlena Republic有家人在排 另外旁邊的那間也要排 幾個那麼多 都有一些人氣 如果你想你身邊那個開心 很簡單,一去到這些mall就跟他們說 隨便看 甚麼都可以買 準備開檔了 有些員工正在收拾東西 剛才看到 到底今天有沒有特別呢? 這裡又有一條龍在排 這裏就是中庭位 去年就有一大群香港人在這裏唱 就是收益給你接手 有些人一直排在後面 看到裏面有些人是沒有戴口罩的 有些報頭都幾奇怪 因為疫情的時候 剛好準備是春季 那整個春季的服飾都不適合賣了 現在要換過一些夏天的服飾 即是現在你再放春季出來 相信都沒有人買了 所以又要重新收拾一次貨 在這個Maffi Mall裏面 唯一一間麵包店是中國人開的 由溫哥華開到過來的 出名都是走一些高檔少少的路線 但這裡的租金真的不便宜 如果有知道哪一隻包是好吃的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寫一下 但我試過就是很普通 我們周圍看見地上都有些貼紙 有時真的放得很亂 也不知道那些貼紙是怎樣走法 最主要是讓你跟方向 還有需要排隊的時候 大家跟距離 但都挺複雜的 我應該拍到下面看看 周圍都是貼紙 有些少少混亂 為了實際測試 我們儘管買一罐撻仔 一個撻仔出來 地址名字在這裡 自己看 不要經常問 你可以暫停來看 好了 價錢在這裡 試試有沒有吃 大小姐咬了一口 讓我咬一口試試 很creamy 很creamy 但皮是很普通 皮是非常普通 牛油 唯有說裡面的醬是很creamy的 芝士味都重 75分 來到這裡 發現這間是排得比較多人 還有你不要忘記 買衣服你要試衣服 選來選去 很久才會出一個人 一個出一個入 你看這條龍這樣排 起碼排整個小時 如果很多年你未來過 這個Markview Mall 其實早幾年前是裝修過的 都漂亮了很多 所有店舖 仍然受到Mall裡面的 management限制 店舖裡面不可以太多人 所以它一定要預留員工在外面 截人數 而且提醒人家用洗手液 所以開支一定是大了 生意一定是少了 如果大家想來走走走走 不妨來閉診一下 剪頭髮 很早已經是不給開放了 後來 第一階段重啟 好像是by appointment 很多人在家剪髮剪了幾個月 都剪到厲害了 無論如何都見到客人 暫時來說 他不准用觸控器的資料庫 我想在這裡按 按下Food Court去了哪裡 他不准我按 但表面上二樓的MAP和一樓的MAP 我都找不到Food Court 有朋友可以告訴我 Food Court 是否已經在這個MAP消失了 我出回來再拍下Padeo的擺設 都幾開心的 希望天天好一點 大家可以做生意 這一間都很開心 幾美 外面坐